杨子与NK品牌的代言合作一经公布,立即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追捧,热度持续攀升。 然而部分人对此心生极度,开始散布谣言称杨子原本想出演《生命术》,却被剧组拒绝。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杨子方面从未官宣参与该剧。 这些谣言不过是某些人借机炒作《生命术》的手段罢了,针对杨子的恶评声也不绝于耳。 有人声称《生命术》中有狐哥,却没有杨子,甚至认为杨子即便想演也只能当配角,演技不堪一击。 这种说法简直是笑话。 杨子主演的每一部剧,无论是早年的《家有儿女》还是近期的《亲爱的热爱的他始终是剧中的核心角色》,观众对他的表现赞亦有加。 他的演技征服了每一位观众。 备受期待的新剧《国色芳华》和《青簪行》也将再次证明他的实力,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谣言与真相交织成复杂的画卷。 关于杨子与生命术的各种猜测就像秋天的细语。 虽有些良异,却更显他在演艺道路上的坚定与光彩。 作为90后女演员的佼佼者,杨子自踏入影视圈以来,以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他每个角色都鲜活动人,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少女还是坚韧不拔的女侠,都能深深打动观众。 关于杨子与生命术的传言如夜空中的流星,虽然短暂却引人遐想。 但事实胜于雄变,杨子方面曾未正式官宣家门此剧。 这些无端猜测不过是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想借杨子之名为生命术博取关注,真相终将如成物般消散。 留下的只有杨子那不变的光芒。 杨子的演技早已通过一部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从家有儿女中的小雪到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紧密,再到亲爱的热爱的李的童年。 每个角色都被她演绎得栩栩如深,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中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蜕变。 她的演技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现,更是情感的真真流露对角色深刻理解的自然表现。 即将与观众见面的国色芳华和青簪形,让人充满期待。 不同的作品,不同的风格,杨子将如何以她独特的魅力,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世界。 这是对她演技的再次考验,也是对她作为演员身份的全新诠释。 面对流言蜚语,杨子选择用作品和实力说话。 正如古话所言,《路遥之玛丽》《日久见人星》,她的时尚造型在宣传片中一亮相, 便让人眼前一亮,成功将NK品牌推向新的高度。 那些蓄意抹黑的传言根本不值一提。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这次她没有参演生命术,那未来会如何? 网络上的热议,未来又将如何演变? 很多人都还记得《家有儿女》中的小谢。 这个角色伴随着多少人的童年,杨子在剧中展现的天真活泼与机智灵灯, 让观众至今难以忘怀。 这个角色的成功为她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谁又能想到从那个孩童模样的小演员。 到如今的实力派花旦,杨子经历了多少艰辛与努力。 杨子的成长与蜕变在《香蜜沉沉静如霜》中尤为突出。 她饰演的紧密拥有复杂情感和丰富内心世界。 对演员的演技要求极高, 然而杨子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细腻的情。